印度开始制裁俄罗斯 这个消息我们官媒没有报道 只有凤凰网半官半民的在这里说了这么一点 印度宣布加入对俄制裁 要求印度所有银行不得违反对俄金融制裁 印度所有的石油进口不得高于这期对俄的石油限价 也就是说不得高于60美元每桶 同时印度还警告印度银行和贸易商 要尽量避免使用人民币 这里评论为什么莫迪最后还是和莫斯科撕破脸了 长篇大论说了一大堆 我觉得这个我懒得看说的啥 我觉得就是印度它的底色 它的底牌它就是个民主国家嘛 它就是和西方一个阵营的嘛 为什么它没有所谓的像欧盟啊 像这个美国呀这么加引号的极端 反额 这可以 这个可以想象的出来嘛 因为莫迪就想我们都是穷苦人 你们那里打啊弄啊闹啊 我们跟你们顾不上 我们还要活命了 我们要发财 要先赚一点 就是耗韭菜吧 耗够了 耗够了 最后呢就是实在耗不下去了 那就底牌要亮出来 就是这么简单嘛 那有什么难的 是吧 就尽量的多夸点油嘛 是吧 夸完油以后就亮牌了嘛 那个大毛子就这么蠢嘛 真的相信莫迪跟他穿一条裤子 那可能嘛 是吧 如果他真的这么相信 他真的也是这么蠢 是吧 但我觉得像凉凉这样的人 会愚蠢至极的